今天是全国中小学的开学 为了保护乡内小朋友健康 避免遭到新冠肺炎的危害 三星乡的先议员陈文昌 特别邀请了企业界友人 吕天佑董事长 向制作截杀布口罩的月眉村长王全龙 购买1200个布口罩 捐赠给全乡六所国中小学 包括了学生1000个以及老师200个 一方面布口罩可以重复使用之外 当作口罩套也可以延长 医疗口罩的使用寿命 邀请我们去学校的 我的朋友先入学 他现在也来 他来赞助1000个小孩 200个老师 所以大家有一个布口罩 在多次使用 变成让家庭也不用那么辛苦 孩子们可以安心来开学 我们当然是希望 孩子们可以教育 要让土地尽秀的环境 来学习这种精神 如果不这样来说 也许大地就会反噬 为了这些小学生的健康而已 这个是很小的事情 不只得一提 比较说如果感冒 比较不会互相传染 把医疗口罩放到布口罩里面 然后再来佩戴 因为很多小朋友 你讲话的时候 是不是常会有喷口水啦 或者不小心会流鼻涕 或者打喷嚏咳嗽 你都不小心会有一些鼻涕啦 口水啦 沾染到医疗口罩上面 沾染这口罩上面 当你再回到教室 或回到家里的时候 你把它拿下来 可是我才刚用 上面有口水有鼻涕 你可能又不敢再用了 丢掉 可是一天没有那么多口罩 所以我们会用布口罩 这些口水鼻涕 可能只是沾染在布口罩上面 那把医疗口罩拿出来 再洗一洗 妈妈帮你洗一下 那隔天还可以去 布口罩还可以继续再用 目前学校以及幼儿园 各备有一盒50片的口罩 备用口罩 是属于防疫的备用物质 提供学校临时性发现 教职员工在校园内出现发烧 咳嗽 喉咙痛 呼吸急触等 不适或紧急状况者来佩戴 并非每人发一片的概念 陈文昌也期望 县政府能够发放 全县每位学生一片的布口罩 借此来增强防疫功能 小的国家 省市是关政府 不要说只吃风便宜 这种传染的东西很要紧 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 可以安全的口罩 用随时都同样用 我相信这批吃风便宜 会更加要紧 陈文昌表示 除了借由这次的疫情 透过机会教育建立孩子 良好的卫生观念 请洗手保健康 需要时就戴口罩 更重要的是敬天爱人 培养学生养成爱护环境 尊重大地的观念 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